哈 怎么办啊 这只狼 还好 车比较多 可以护着我一点 我骑不动了 这上坡 赶紧推吧 这只狼还跟过来了 我往前走他还要往前走 卡 妈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妈的来辆车啊 帮帮我吗 你骑上车跑就行了 我骑不动了在上坡 这只狼一直跟着我 跟着我大概好几百米的 我好慌啊 我刚是 真做好女差博德打算的 5000奥确实比4000奥 乃了一个等级啊 昨天的露营地 松岐村的一个冰山 然后这边是日照金山啊 这应该是以前边房军人写的 有记事吗 我看到了十米 红色金 等字眼 昨天晚饭和一个磨热的一家当早饭 今天包园两座打板 去到泉水湖 就是死人沟 我觉得爱一个人的痛苦是无法通过任何东西 去消解的 此刻我行走在路上 骑行也好 做饭也好 睡觉也好 只是 例行惯例而已 我脑海都完全沉浸在那种痛苦中 也不能说这是一种很难受的体验 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 我并不觉得多难受 至少我很想念 小雨 我想我这一路 要伴随着 想念小雨走下去 因为这是我的 精神支柱 依赖 除非到家的时候 在父母身边 这是我血脉上 维系的身心依赖的 另一种形式 我想 想念 是照顾 陪伴 这些之外的爱恶存在形式 它是一种 积极的痛苦 沉测的心流 劫生 不好 足够真诚坚定的话 我相信 这份量纠缠 老天也能让对方看到 感受到 我并不渴望远方 只想找到一个可爱的地方 跨过飞航 跨过飞航穿过农堂 你站在我失了危机的想象 松西野生动物 观赏点三 生态停车场 金丝 猫牛 今天过来的第一个打板 松西打板 5248 松西打板下面的龙木措 我 心里总有个梦想 像英雄一样的走过 这世界 你也会这样告诉我 你喜欢 我像个孩子一样的天真 再平凡一些 再简单一些 带着自由的梦想 就这样动荡的走过 很多年 依然有太多的困扰 在心中 每当我忧愁的时候 你会说 其实在这世界上 你不用再牵挂什么 只要在心中有爱 就会有一切 你不用再牵挂 如果说 礼堂那一段川藏县 全城四千海拔家 是 云端之旅的话 这一段全城五千家的 卧人区 国道可能是天际之旅的 可谁在群山云海之巅 自在的心常有天外之天 自可谁在清晨株丽海边 冰着朝阳 晃缓升起 感觉新藏县也没有真正的无人区啊 这个人类痕迹感觉比 阿里北线还要多 而且基本上 都有信号 这边是一个 看龙木措日出的平台 还可以 匆忙只是把我的 心思转移了 气形也好 做饭剪视频也好 那我接下来的是 最后像吉他了 可是我连他的椅子歌中梦不到 为什么你搭理我又觉得很开心 是 是我和你说这句话的 是不开心 啊 我一直在 自我鼓励 可是 可是我也很痛苦啊 我一直在 学爱一个 存在我世界的人 可是为什么 又哭了一次 我让阿里北先哭两次 然后大行大行又哭 这没用啊 心流 心流 是不是因为这个名字 在流泪啊 但是 但是困安总好受一些 骑吧 路还是要走的 松木西丑 就像学生的一地男子业美 好骑车 看这五只藏林一样 并排的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有一只狼 马路中央 真是一只狼 还挺大的一只狼 这狼还下来 他有一点不怕人吗 可能有人投一过狼了 可能有人投一过狼了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后面一只狼 还好 车比较多 可以护着我一点 反正这狼还在 我骑不动了 这上坡 赶紧推吧 这只狼还跟过来了 我往前走他还要往前走 车 马的一点反应都没了 马的来辆车啊 怎么够啊 来让车救命啊 帮帮我吗 一骑上车跑就行了 我骑不动了 他不上坡 这只狼一直跟着我 跟着我大概好几百米的 我好慌啊 那我先走了 好麻烦你们帮我赶一下 谢谢 你先别走 先别走 好慌啊 这只狼一直跟着我 怎么样 你不要打一个 他用弹弓打他 他用弹弓打他 老子赶走的走吧 对他要不能往上面跑 要往外面跑 那只狼跑上面去了 但感觉他还一直看着我 人走了 这只狼又下来了 还好往那个方向走了 这个坡5000还多海拔的坡 还好这个坡 上渤是有点顺风的 我的气味吹不到到哪里 而且你转过来 他看不见我了 我刚是 是真做好与他搏斗的打算的 一只狼 应该人 成年人是打得过的 如果不来车的话 后面那只狼还在的吧 后面那只狼 狼在哪里 没有啊他刚刚 追你了 对追着我好几百米 没有吗 没有就好了 没有 我没跟上来就好了 谢谢 这山打坡是坡 真是把我累惨了 还时常回去看看 那只狼狼有没有跟上来 它现在还有一点 惊魂我定 这山打坡 终于到了 5347米 我地图上测量有 5370种米 只比那个 烘土打坡矮了个10米 界山打坡这边 就是沿昆仑山南沿 横穿枪扛无人区的 三叉路口了 这边属于一个半封闭的山间盆地 方圆百公里都是无人区 这边应该蛮安全的了 下去就直接下坡到 损到笋歌了 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感受啊 我带了这个木棍 既是柴火 也是防野兽的 是好歹有点作用吧 然后 我觉得那只狼是真的 很狡猾 遇到狼的地点是在松西打坡 和边界山打坡的凹口处 就是转弯要爬坡的地方 那个地方遇到狼 那个地方一个人 骑单车 爬坡是非常吃力的时候 而且正好转弯过来遇到狼 可见那只狼 很会挑地方 而且当时我跟上有很多车 它是先看车 先去 就是靠近车的 我估计是 以前可能有车头位那批狼吧 因为我也听说一个成年人是干得过狼的 所以我也不是特别好 旁边也有车嘛 然后我就静止从他面前过去了 等好几辆车都过去了 四周都没车的时候 那个人就静止跟着我过来 哇 瞬间我就 非常的心慌 那个时候就一个人 他围着我转了一圈 就盯着我 我拿木棍哄他也没用 拿石头扔他也没用 他那个眼神非常冷峻犀利 根本就不怕人那种 其实人 当人在野外遇到野兽 还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 眼见比文明更加恐怖 但是现在还心有余悸啊 借山打坂 留个念吧 这个地方确实太恐怖了 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开车的人和骑车的人 在路上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开车的人裹在铁皮里 甚至是想遇到狼 要拍下来 我们骑车的狼 简直瑟瑟发的 那种近况和摩托车还不一样 真的是孤立无援 想跑都跑不掉 雪山 二位 三位 英文 二位 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两只不会也是狼吧 到底是啥呀 别往我这边看啊 两只狼的话我真害怕 我应该是鹿 就低头吃草 这边有水源 来接点水 泉水湖到了 这边叫死人沟 因为以前有一只先前的木队 在这边露营嘛 那时候对高原反应 一直不是特别强烈 一夜之间第二天全部没有醒来 所以后来这边就改叫 死人沟了 泉水湖检查站过去了 这边要检查边防证啥的 然后这边是出藏登记 再往前就正式进入屋人区了 没有藏地的百姓了 过一段就到新疆了 然后前面有一个老站吧 就是以前的泉水湖检查站老站 在这边可以露营 挑战死人沟 唯我泉水湖 这边老的检查站 还能上那个港少庭看看 那一排老房子 是以前的 冰房 银房 然后后来不知道哪里 用出来的多股泉水 然后把这边淹没了 这边挺干净的 而且这边的门比较安全 可以住这边 这边有一个软床铺这样睡 很舒服 然后 这边还有流盐 前往西藏旗有请注意 前方检查站无散电补给 水 桥下小溪 居民取水点 柴火 垃圾 好多人的友善流盐啊 这个字写的不错 这还有两块芝麻糕 看着很新鲜耶 应该是什么好心人流的 今天吃一个四川腊肠蒸饭 这个腊肠量足够啊 油亮油亮的 这就是今天的营地了 然后饭又准备好了 胡萝卜那个腊肠胡萝卜蒸饭 然后这边有芝麻糕 要买新鲜的先尝一下 讲实话不太好吃 算了吧 不吃了 因为这边路过人蛮多的 看这个包装和那个形式 都是蛮新鲜 应该是留下不久的 但是这边日光棚晒两天 我估计这个东西味道就会变味 虽然现在还没有 然后 这边虽然叫整沟 因为高板死过人 但是 其实这边海拔还没有松西高 比松西还低个几十米 所以我们在松西住的 所以这边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煮完饭再煮十个鸡蛋 可以帮我渡过无人区 去到洪柳滩 今天真的第一次剪视频 边剪边哭 九点五十 太阳快落山了 然后这边能看到一些 全翠湖的日照金山